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随着我一点点的长大 然后也一点点的更加的成熟 我发现其实梦想是我人生道路上非常遥远的一个目的地 在到达那个目的地之前呢 我会走过很多很多站 我会走过一个又一个的人生节点 我会遇到很多的事情 我会遇到一些令人振奋的收获 也会遇到很多很多让人感觉垂头丧气的挫折和失败 这些事情都会对我的人生 情绪 工作 产生大大小小不同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日子呢 真的还长着呢 脚踏实地的 一步一步的做好自己 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努力工作的同时呢 千万不能忘了要去认真的 用心的去生活 我觉得这才是追逐梦想的正确打开方式 生活中的小事数不胜数 当然也会有一些让我感觉非常困扰 非常苦恼的 就比如有时候会看一些剧本会觉得找不到自己想要去挑战的 找不到自己想要去演的角色和剧本 我觉得这是对演员来说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选择跟自己的内心沟通 告诉自己其实在这条路上难免会有一些曲折 我觉得人要学会在每一个斜角处去调整自己 沉淀自己 磨练自己 调整自己的心态 让自己在下一次遇到机会的时候 能够更好的去把握住机会 抓住那个机会 然后再往前迈进更一步 我觉得时刻我都不可以忘了自己 当初为什么要做一个演员的初心 时刻都可以非常坦荡地说出那一句话 就是我是一名演员 我非常热爱自己的职业和工作 其实我觉得穿着自己舒服 开心就好 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有时候也就是随便穿穿 也是就是第一个一件衣服也就穿上了 因为有时候衣服太多 你也很难从那个衣服堆里面找出那一件你想要的 有时候也就是我觉得穿着自己舒服 自信最重要 其实每个角色都或多或少地让我有些成长吧 对 每个角色让我成长的脸都不一样 然后自己一些话和自己说话 那个就有点怪了 那每天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话 就也没什么没什么反应嘛 就是一般就刷牙洗脸的时候会看镜子自己 然后研究角色的时候会看镜子 那看到自己的反应就是 观察自己的状态吧 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胖有没有瘦啊 看自己这个表情怎么样啊 像不像龙龙角色啊 之类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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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